G7前夕,海外港人呼籲對中港侵害人權施壓 擋不住,周恆彤如期獲獎 播錯國歌事件從輕法羅,港協製出嚴厲書免斥責 敏感日維園改辦市集,分析說試圖掩蓋六四行跡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 首先多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19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G7峰會即將召開之際 多個海外港人組織發出聯合聲明 要求G7集團國採取具體及有效措施 就以國安為名侵犯人權的行為 向港府及中共施壓 據寧國報導,19日起七大工業國集團 在日本廣島將召開一連三日峰會 預料將討論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涉華議題 在日港人組織、日本、香港民主聯盟發起聯署 獲身處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 英國及美國等地超過20個港人組織響 聯合聲明指,聯合國及其他可信的國際機構都已指出 目前有具體證據顯示 中國境內正發生嚴重人權侵害事件 而至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及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 截至2023年5月,香港由1萬116人因政治原因被捕 1,559人被定罪,1,452人因政治原因被監禁 當中甚至有不少人被拒絕保釋 被激壓兩年荒禍安排受審 聲明續指,感激、英國、加拿大及美國等G7成員國 正為港人提供一定程度保障及暫時居留機會 呼籲相關國家落實更具體政策 以顯示出對抗香港及中共政府威權的強烈決心 聲明還表示,港府及北京未有遵從承諾 行為違反國際人權標準 促請G7集團國就當局嚴重侵害人權行為 訂立共同的經濟制裁準則 承諾將保障人權及民主列入經濟合作關係議程之內 以協助受到政治壓迫的香港人 韓國最大人權組織 《光州五一八紀念基金會》 11日如期向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頒發2023年度光州人權獎 鄒幸彤在韓好友萊彥匪上台代領獎行 他表示,人權獎代表著勇氣 屬於每一位爭取自由的香港人 在頒獎禮上,五一八紀念基金會播出 香港支聯會當年來在維園舉辦的六四燭光晚會 以及介紹鄒幸彤的片段 稱讚鄒幸彤對香港政府的反民主及反人權作出反抗 給了全世界人權活動人士同公民勇氣和希望 總部位於首爾關注全球人權問題的非政府組織 韓國國際團結之家秘書長羅賢匪代表鄒幸彤領獎 他發言時一度淫淫 並為鄒幸彤讀出演講詞 當中提到這個獎項是屬於每位爭取自由的港人 亦代表大家是和香港人在一起的 羅賢匪長期關注香港人權問題 又是鄒幸彤的好友 他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頒獎禮是一個公開活動 所有資料都被公開 坦然代位領長 亦有考慮個人安全風險 亦有心理準備日後無法踏足香港和中國大陸 羅賢匪和鄒幸彤相識近12年 每年六四都會為好友到中共駐韓大使館點起蠟燭 希望鄒幸彤早日獲釋回家 他形容鄒幸彤是一個很真誠的人 他堅持做正確的事 做人好有原則 鄒如燭光 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希望 同時他寄予港人 韓國人沒有忘記香港 我們會支持香港民主運動 鄒幸彤5月初獲選委 2023年光州人權獎得主 是首次有香港人獲此獎項 評審委員會指 頒獎被鄒幸彤 是對香港政府的反民主及版人權作出反抗 給了全世界人權活動人士 同公民勇氣和希望 早前三名中共領事館人員 曾當面要求主辦方 光州五一八紀念基金會 撤回將人權獎頒發給鄒幸彤 最終被主辦方拒絕 港協企奧委會18日召開董事局特別會議 就波錯國歌一時 向香港冰球協會發出嚴厲書面斥責 但不涉及暫停會員資格 以及削減資助等 至此 攬搞多個月後 紛爭告一段落 港協議務秘書長楊祖慈會後稱 為告界屬下體育總會 反映播錯國歌的嚴重性 決定向冰協發出嚴厲書面斥責 而非普通書面警告 又表示不會削減對冰球運動的資源 強調國歌事件告一段落 但否認放生冰協或重輕發落 另外港協要求冰協在5月31日或之前 交代企業管治改善方案 內容應涵蓋運動員輪選 乘訊管理等 現階段 仍不能排除日後 暫停兵協會席的可能性 港協同時修訂 涉及國歌和國旗的指引 體育總會出賽時 需要確保賽事主辦方書面簽收 有標準區旗及國歌檔案的工具包 假如主辦方拒絕核對國區和國歌 領導應該拒絕球員出席頒獎禮 港府下午發聲明 表態支持港協企 我委會的書面斥責 形容屬合適懲處 冰協傍晚發聲明 形容播錯國歌屬 獨立及不幸事件 承認當時未有迅速向港協交代事件 亦不夠全面表達協議 承諾將重促改善管治 並希望獲廣大香港市民 國內外同胞 香港特區政府及港協企奧委會 提出及原諒 消息在網絡引發熱議 有網民說 改德指引 即是指引無用 兵協何錯之有 亦有網民表示 玩批鬥 土主子歡心 港協行動就是彰顯香港版韋光正的必要舉措 冰球男子港隊今年2月 是波斯尼亞與伊朗比賽 主辦方最後播放《反送中運動》歌曲 《願榮光歸香港》作為香港國歌 維持約10秒後 在港隊成員展示T字首勢要求下暫停 並改播義勇軍進行曲 事後港協企奧委會應港府要求對事件進行調查 期間與兵協多次空中薄火 港協稱多次聯絡兵協管理層要求會面 沒有獲正面回覆 情況不理想 並在4月啟動暫停兵協會員資格的相關程序 兵協回應指 港協在去年10月7日發出信件給各個總會 要求所有屬會 在兩星期內將列有義勇軍進行曲下載渠道的信件 發知各體育運動世界總會 是播錯國歌的第一個導火線 因為對方認為已有義勇軍進行曲 而未有安排見面核對歌曲版本及交收USB 另外國際冰球總會早前表示 按港協企奧衛會去年向體育總會發出的指引下載 國歌連結 原來是中共中央政府網站 語言是簡體中文 轉語言後會跳回主業 根本無法下載 義勇軍進行曲 當時有港媒質疑 港協責任在哪裡 今年是六四三十四周年 以往舉辦燭光集會的維園 被建制社團借用 舉辦第三屆 家鄉市集 成人入場票價五元 時事評論員劉瑞·肖認為 當局試圖以喜慶活檔掩蓋六四的痕跡 只是一場徒勞 根據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的書傳海報 6月3日至6月5日舉辦第三屆家鄉市集 地點在以往支聯會舉行維園燭光晚會的部分場地 即維園3至6日足球場及草地 在6月4日當日 市集從早上10點至晚間9點舉行 設有攤位遊戲、吹氣彈床、舞台表演、打卡熱點等 翻查資料 以往兩屆家鄉市集都免費入場 並有港府官員前來撐場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對光傳媒表示 過去兩年六四 警方引用《公安條例》 維豐維園 維園空無一人 下觀效果間接刺激大家對六四的回憶 沒辦法衝得淡 他認為今年有團體六四期間 在維園舉辦市集活動 是試圖用喜慶活動掩蓋六四行跡 創造一個新環境、二致氣氛 漸漸掩蓋六四、維園和六四的關係 不過劉瑞兆指 即使今年香港沒有悼念六四活動 國際不同的地方都會有公眾活動 亦有相關新聞報導 坦然眼前光無聲平 無法令市民遺忘 市民只會用不同方法紀念六四 劉瑞兆亦表示 雖然不知道六四哪一天能平反 但相信這一天一定會來到 希望市民要用平常心 對待現狀和未來 不需要衝擊令自己受損 好了 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會 晚安